陸政署表示 中環灣仔繞道機房和行政大樓 個別位置出現滲漏 已經安排承建商處理 近日連場大雨 中環灣仔繞道飾板下的石膊有多處水積 石膊堆放了多個沙包 有報導說繞道有漏水的情況 陸政署回覆查詢的時候說 早前機房和行政大樓個別位置有滲漏 已經安排承建商透過壓力灌張方法保留 會緊密監察情況 處方又指 自去年一月通車以來 接獲兩宗隧道漏水報告 工程人員日常巡查的時候 亦都有發現隧道滴水 承建商已經安裝臨時接水槽 和展開保留 強調深漏情況都是屬於輕微 不影響行車安全